我去吃, 給我吃 我來吃, 吃你吃 聞起來有點梅味 大家吃到了吧 喝了一杯咖啡的味道 長哥,近年我覺得 都市人的生活模式真的改變了 因為網絡很發達 我們經常在網上學習很多東西 尤其是煮菜 我經常在網上看很多煮食的視頻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住家廚神 對,你真是不愧為一個住家廚神 不過我覺得現在在後面追求你 不,我知道你也是 在美國名廚教煮Pasa 所以今天特地選了一些 網購了扁意粉和意大利的意粉 今天我們一起煮食吧 當然了,不要客氣了 好,來… 我們放少許意粉吧 好,先加點油 有些人經常說怕吃油不健康 說吃油多對身體不好 但其實我最重要是選一種質素高的油 這樣就對了,對嗎 是,我完全贊同 有人說下意粉的時候要這樣灑開 是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其實只是貪過癮而已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反而覺得煮意粉 或者煮Pasa也好 多加點水,穩陣一點 是 因為名廚也是給這個提示 他說第一,一定要找一個大鍋 多加點水 讓意粉盡能夠在熱水當中均勻地受熱 從而就會熟得很透徹 這個我也不知道 我經常說 加水夠就算了,不用加那麼多 是,他說水不怕多 是嗎 加多一點也沒關係 有鹽嗎 有… 加點鹽 好… 加點鹽好,你鹽嗎 來… 先來… 加點鹽,讓麵有一點味 是… 加多一點鹽也沒有壞 我聽說也是 是嗎 對,又是讓麵沒有那麼黏 真的嗎 是 那我聽你說 而且我聽說 煮完麵的水也不要浪費 因為有麵的香味和鹽 其實煮醬汁的時候 你可以加一點點 調味 對 那這個意粉就更好吃了 今天我做的就是白汁 白汁菇的扁面 是,那我做的 番茄肉碎 意大利番茄 那就是紅白了 對 紅白 是… 你紅白,神經病 有時候人家說 要多煮醬汁 讓醬汁多在麵上,對吧 對,但其實太多了 震不到整個… 像湯麵一樣 對,就不英俊 所以… 其實這是一個最好的比例 例如你當作一份麵 那你可能是一份半至兩份的 醬汁的量 就最好了… 就最好了 但怎麼看意粉熟不熟呢 我有個朋友很喜歡吃意粉很硬 我一次去那裡吃,他就說 煮好了 我喜歡吃的比較硬 我一咬,你不是吃的比較硬 是未熟的 這個醬汁是完全未熟的 當然最簡單的就是 馬上試一試味 先咬一條,對吧 但那個美國名廚教我 他說 如果你想知道你的麵是否熟 就是扔到你的臉上 為甚麼 因為他說 他要看是否黏在牆上 那你也是牆上 你也是 那你放在自己身上 可以嗎 我可以放在自己身上 有牆上 有牆上 我們借用這牆上,好嗎 好,試試吧 好 我覺得我一個未熟 既然你這樣想 當然 那我不介意硬一點 哪方便 做甚麼 做甚麼硬 好,我們試試吧 好像很硬 是 不行 但是我真的… 不要浪費食物 你先幫我看著火 先洗一下 有些人喜歡夾一下 看看是否斷斷 是 你也… 要看看那些麵是否可以 其實在演藝生眼上 你有試過很主動地 去爭取這些機會嗎 沒有 沒有 即是每一次都是別人找你 對,其實我挺被動的 是 我人又比較被動 很多時候又… 隨遇而安 隨遇而安 這個是監製 是 我不是的 我個人是很積極的 是嗎 因為我有時會怎樣說 我很怕在同一個崗位上 做太長時間 我又想挑剔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 我最大印象就是有一次 我自己無遂至箭 自己走上去體育組 是嗎 因為我便說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體育的東西 是 本身是喜歡體育的 是 是 然後剛好那年 剛好有亞運 是 我想跟監製說 監製,我很有興趣做亞運主持 我如嫂家珍跟她說了很多我 她問我的事 然後她說 長仔不錯 然後她真的 找你的亞運 我做五間直播室 當時跟潘忠明兩個人一起 肩並肩地每天坐在這裡 做亞運主持 這麼棒 今天我們有幾項直播賽事 3時就會有四成一百的短跑 類似是這樣的 接力賽等 每天很努力去做一些資料搜集 到那天在網上做完之後 那些粉絲就在門口等我 我走出來的時候 我問我剛才看我做亞運直播 當然有 看完我請坐飛車過來這裡 對… 她說我做得怎麼樣 她說 你很好笑 我問我怎麼搞的 我做了這麼多資料搜集 做了這麼多功課 你說我很好笑 她說不知為什麼 我看到你很正經的樣子 我就覺得你很好笑 所以以後都沒得做了 但我的意思是 當你很努力去做一件事情 但未必有你理想的成果 那時候你也不要不開心 至少你先嘗試了 是 你也試過 而且你可以說另一件事 至少人們覺得你嚴肅的時候 也會很好笑 對嗎 挺好的 即是說嚴肅和不嚴肅 他都覺得我很好笑 對 還可以的 你起碼知道自己的專長 就是笑 我差不多了 是 好,我們再上碟 好香 好… 很多人煮意粉 喜歡醬汁淋在麵裡 我不太喜歡 我喜歡炒一炒,拌一拌 是嗎?好像比較入味 對 讓醬汁掛在麵上 是 是,又或者拿一拌 再補一點麵也行 是嗎 不,可以炒一點芝士 我再加點香草在上面 香草震白汁 可以… 香草我很適合 是嗎?給你一點 對 番茄配這個香草也好 我也做了一點芝士 好,完成 成功 有人說 番茄肉碎是完美的配搭 不過 剛剛做完手術的醫生 可能會跟你說 不要再提番茄肉碎了 對同一件事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嘗試站在其他人的角度 就會明白個中道理 要吃意粉 大家一定會用叉食 但是你有否想過用筷子吃呢 凡事也不只得一種解決方法 下次當你遇到難題的時間 不妨想想其他方法 又到了Man's Talk的時間 對 今天這個題目 非常有爆炸聲 這麼爆炸? 對 我已經沒有跟我說有多爆炸 有甚麼題目 掌聲歡迎 長嫂跟我們爆炸 爆炸誰的大炸 爆炸你的大炸 那我先走了 長嫂真的開玩笑 但題目是真的 是 請你說一下 曾經有沒有被人出賣的經驗 出賣?你有嗎 也有 我還記得我讀書的時候 試過有一次 被一個很熟悉的同學出賣 是怎樣 當時開始讀男女校 看到旁邊的女生有十分心儀 讓我知道 原來她和我同班同學 住在同一品大廈 前途初開 對 打算近水樓台 立刻問她 究竟她有甚麼生活的習慣 想套多點資料 拿點提示 拿點提示 希望將來相遇的時間 可以多點話題 隔了一段日子 依然沒有甚麼起色 我就問她 有沒有進展 還沒有… 她就好像敷衍我 我也覺得有點懷疑 終於有一天 在我上學的途中 看到她和那個女生 一起回學 而且大聲說,小聲笑 不,小聲說大聲 差不多 總之是一個很和睦的氣氛大廈 反而很溫馨 當然,我起起而心 但我也不會立刻發脾氣 我看到同學說 最近有沒有拿到甚麼材料回來 她說 有 我覺得你小了一條心 我問甚麼 你喜歡那個女同學 其實是喜歡女生的 真的有這種事嗎 原來你現在變成女生嗎 然後我就跑出去了 你就完全沒有看她的反應了 沒有看她的反應 而且沒有發脾氣 甚至是… 我只是表達了一句… 我的說話而已 我不知道她能否收到… 但這件事真的很不對 也算是一個出賣 對嗎 這是我覺得人生上 在感情上的一個出賣 那在這行呢 你有試過被人出賣嗎 我自己也不知道出賣了 就賣了自己 你呢 你以往在自己的經歷上 有試過被人出賣嗎 我記得我曾經拍過一部電影 當然有很多演員 主要演員都有幾個在一起 別說了 那呢 古裝還是時裝 古裝 好 古裝 因為古裝戲 整班演員有幾個 群戲、主戲都經常有幾個 是… 其中有個演員 對不起 男演員還是女演員 你是要問那麼多 我可以看到你 看看有多少資料 大家可否跟誰 是男演員 男演員 在製作上有點麻煩 其實我又不是覺得很麻煩 不過是習慣上的問題 誰知道拍攝到差不多 中段傳出去 報紙大字標題寫 某某某某,很麻煩 某某某某,即是促成人 四個字 歐陽真華 你當是,但不是他 某某某某某,很麻煩 報紙真的當新聞出 還出得很大 是 那時候那些人 經常說是我說 那我當然… 我自己知道 當然不是我說 但… 我又不知道誰說 但那時候就搞到很大 被人說那個演員 都以為是我說 我想知道他… 你怎麼知道他覺得是你 他言語中去單打 以及覺得不要這樣 即是你不用這樣 有甚麼不滿意 又不是這樣的態度 言語忍悔地覺得 不要這樣,甚麼那些 那我就覺得 為甚麼會是我 你會誤會是我 是 那我就不知道 最後我慢慢想想 又問一下 就發覺其實不是我說 是另外一些演員說 另外一個演員 為甚麼… 另外一個演員 即是你知道是誰 大約 那是男演員 其實不知道 不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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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一個演員說 是 有時候會這樣的 因為我覺得 藝人和娛樂記者 其實那個關係 真是聲聲相識 是 但我還是覺得 大家應該互相配合 因為大家都是 娛樂圈的 其中一個從業員 而且娛樂記者 和演員的關係很微妙 是 大家好像互相依賴 互相有幫助 是 我相當之認同 所以商場見是時候有做專訪了 好,訪問甚麼 就訪問我們倆吧 其實也是 我們做完 要用一點 他來的 自己可以 他要來 居, 誰 我來 自己 那 股 禁止 你 那個 你 字幕提供 會飛,會隱形 會隱形 我喜歡會飛 我畏高 我寧願隱形 因為隱形可以做一些… 壞事,會飛就做不到 但會飛可以到處飛 不一定要是壞事,可以行線 會飛節省很多,不用搭飛機 對,但我沒有告訴你 飛得多遠,飛得多高 很熱,沒水喝,很冷,沒衣服穿 很熱,沒水喝… 我寧願選很熱,沒水喝 我寧願很冷,沒衣服穿 會死的 很熱,沒水喝就辛苦 你不會渴死嗎 不會那麼快死,但冷就即死 不會吧,因為我這麼多 我寧願,我寧願一、兩年都沒事 好 周身痛,周身癢 周身癢… 周身癢可以咬,周身痛沒得醫 我尊重你,周身癢 我尊重你的 捱眼睡、捱肚餓 捱肚餓 捱肚餓很,需要咖啡 沒錯… 你也要的 還有,我肚餓都不需要我捱的事 原本是我以往那麼多年來 我都未吃完 收到雜瓜 我吸收得很重要 周星馳 成龍 為甚麼 因為有他的出現 有得到 令我們中國武術 香港動作電影 揚威海岸 周星馳 周星馳只有淡笑就好 成龍你不覺得很緊張嗎?又危險 但有時候周星馳的笑容 可能外國人看不懂 對嗎?如果我們以國際影星的路向 我是希望成為成龍 有所謂的,我又不是要想他的前途 我想我只喜歡看電影 作詞人的記憶 有時候,你會有所謂的 你會走